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是代表了民主党 我们一直以一种伸火桑全的态度 去迎接挑战 去面对困难 当前的政治困局 其实大家听得很清楚 由去年的反送中运动 到今天香港社会面对的疫情 中间出现的国安法 其实意味着特区政府 是全面的出卖香港社会 香港人在回归到今天 追求的就是一个民主 自由 我们人生安全 生活是一个充满普世价值的城市 呼吸的是自由的空气 拒绝的就是会窒息香港社会的极权 但是林郑政府在短短的一年多里面 就充分显示了 它是利用着议会的大多数的暴力 在保养党建制派的沪汉 切头切尾 投靠中央政府 作为中央政府的应声松 而令到香港市民 是面对这年多以来的空前的浩劫 香港人在整个反送中运动里面 团结一致 我们连初选都可以有几十万人 无据特区政府的警告 跑出来投票 民主党在每一个参选团队 在今次的参选 要成就的就是要为议会过半而战 因为这个是制度里面 让香港市民是可以藉着 这个议会的制度 仍然是展开逆权之战 当然我们见到特区政府那种的恐惧 一路播出放出来的声音 又说要押后那个选举 又说要DQ 问的问题没有逻辑 重重复复 但是香港人 面对着专制的政权 面对着暴政 我们很清楚 退无死所 香港人反抗 这就是我们今次在选举里面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主题 我都明白到 为什么香港人要反抗 因为我们绝对不会 接受 成为失去了 自由空气的奴隶 我们一定不甘为牢 抗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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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 我这个船 我很感谢 所有来到我身边的朋友 我们的是观附 黄大仙区的区议员 都是我的一些 很好的 长期的 共同作战的朋友 在我身后的 是民主党 前父后继 继续坚持信念的 一帮年轻的朋友 在我后面的 还有一大队 是我们在不同的办事处 协助我们工作的年轻人 我相信 今天的香港 每一个香港人 都是抗战派 我们是会 为亦权支战 奋战到底 所以这个船 希望香港人 9月6日 把握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投票的机会 为了我们仍然 能够享受 自由的空气 我们一定要 奋战到底 香港人反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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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